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他的司令官沃克中将 在他生命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镜头 12月23日 他乘坐的吉普车 在拥挤的公路上夺路抢行时 翻车身亡 三天后 他的遗体被运回美国 这一天正是圣诞 一个月前 麦卡瑟曾当面向沃克讲过 圣诞节就可以结束战争 回美国过年了 请麦卡瑟推荐 杜鲁门任命陆军副曹谋长李奇威 接替驻朝第八集团军司令官 李奇威当晚即飞离华盛顿 圣诞节的午夜抵达日本东京 翌日凌晨 这位欧洲战争的名将 身穿一套陆战军服 胸前挂着两颗手榴弹 直飞朝鲜三八线前进 战后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当时见到的是一支张簧失措的军队 这时中国军队已在三八线以北地区 向前沿移动 又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面对中国军队强大的攻势 李奇威却着手制定一项进攻计划 当时他的参谋人员都感到疑虑重重 事后证明正是李奇威这种进攻意识 所确定的美军的磁性战术 才使彭德怀感到遇到了一名真正的对手 1950年最后的几天即将过去 这时的朝鲜三八线战区 迷茫的风雪中蕴藏着一种杀鸡 1950年12月31日17时 中国军队按照预定计划 经过短促的炮火准备之后 全线发起进攻 并迅速地突破了美军 在三八线预设的防御阵地 志愿军右纵队 第三十九军在炮兵支援下 其主力一月一日佛小前 突入美军防御纵深约十公里 第三十八军在炮兵支援下 于进攻发起后一小时 突破敌人阵地 至一日十二时 突入美军防御纵深二十公里 第四十军 第119师在炮兵支援下 于进攻发起一个半小时后 突破临京江 至一日佛小前 突入美军防御纵深十二公里 至此 美军第一道防线已全面崩溃 特别是其右翼已经完全暴露 美军恐中国军队 从其暴露的右翼 实施深远的迂回包围 使其十多万军队 拥挤在汉江北岸背水作战 而陷于危险境地 被迫于1月2日 开始实施全线撤退 只以一部兵力 在汉城以北进行掩护 志愿军左纵队第四十二军 在炮兵支援下 于进攻发起一小时二十分钟后 突破美军阵地 继续发展进攻 沿途打破了美军十余次阻击 第六十六军主力 于进攻发起了三小时 突破敌人阵地 会同第四十二军 揭灭了该地区的南朝鲜 第二十 第三十一 第三十二团 和第五师的第三十六团 以及炮兵第二十四营 缴获加农炮 榴弹炮等三十余门 俘虏七百余人 美军在中国军队的猛力攻击下 异常恐慌 被迫于三日十五时 开始自汉城撤退 李其威亲临汉江大桥 桥头指挥 他为了保证其第八集团军 能迅速撤退下达命令 如果南朝鲜难民争夺汉江大桥 影响其撤退行动 就开枪射击 四日志愿军第五师军和第三十九军 各一个市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 一步攻占汉城 战斗至一月八日 中国军队将美军驱逐到北纬三十七度线附近 鉴于中国军队在进攻中并未能大量歼灭美军有生力量 美军有计划地实时撤退 企图诱中国军队深入 而后在其侧后实时登陆 对中国军队进行夹击 彭德怀果断决定停止追击 第三次战役是中国军队对育有防御准备的美军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 经过七昼夜的连续进攻 中国军队突破了美军在三八线的防御 歼灭美军一万九千余人收复了汉城 当时中国军队已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 部队相当疲劳 再加上战线难移 供应更加困难 毛泽东依据当时形势 从政治需要出发 决定中国军队立即越过三八线 再打一仗 然后修正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 中国军队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修正 准备三月间发动春季攻势 这时美国人已发现中国军队两弹补给困难 每次战役只能持续七至十天 美国人称之为礼拜攻势 同时美国人还估计 中国军队第一线兵力不足 短时间内不可能发动进攻 美军迅速完成了部署调整和补给 自一月二十五日开始 由西至东逐步在全线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中国军队没有料到美军会这么快发动大规模进攻 所以主要把精力放在春季攻势的准备上 当中国军队判明美军企图之后 于1月27日停止修正准备进行第四次战役 中朝两军召开了会议 战役部署如下 西线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处指挥第38 第50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 简称韩集团抗击美军向汉城方向的进攻 东线由邓华副司令员指挥的第39 第40第42第66军简称邓集团 与汉城以东地区集结准备实施反击 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掩护邓集团集结 1月25日西线美军先发起进攻 进攻注点为水源至汉城公路铁路两侧 约20公里的地段 2月3日西线进攻的美军 占领了中国军队一线阵地 志愿军转至第二线防御 西线美军占领中国军队第一线阵地后 继续猛烈进攻 中国军队决定立即对东线的美军实施反击 以打破美军的进攻 2月11日17时 邓集团和朝鲜人民军第三第五军团 按预定计划开始了战役反击 反击作战于13日晨结束 两天中志愿军歼灭了南朝鲜第八师三个团 第三师第五师各一部 每第二师一个营 四个炮兵营共一万两千余人 其中俘虏七千八百余人 14日西线美军骑兵第一师 因第二十七旅南朝鲜第六师开始增援 四日晚中国军队调整部署 继续以六个团的兵力进行攻击 并将美军压缩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 但是美军已形成据点式防御 兵力火力集中 志愿军炮兵少弹药又不足 因而仍未能解决战斗 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来看 中国军队歼灭原敌的可能性很小 因此中国军队于15日17时30分决定停止进攻 16日军小前志愿军进攻部队撤出战斗向北转移 从3月7日起 美军集中五个军的兵力在全线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企图从中间突破 造成由东北迂回包围汉城的态势 以夺取汉城 进而向三八线推进 为了防止发生不利情况 中国军队第十九兵团奉命集结 准备入朝参加西线作战 为了防备美军从侧后登陆 志愿军第九兵团的两个军 加强了东海岸的防御 三月九日中国军队根据当时战场形势 决定第一梯队八个军 自三月十日起按照预定计划 逐步向北转移 第二梯队三个军接替 继续采取运动防御至三八线以北地区 战至三月底 中国军队全线部队 已逐步转移至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 四月初美军越过了三八线 美国当时正在秘密拟定一项 从朝鲜撤军的计划 美军参联会在制定方案时 让麦克阿瑟在地图上标出 美军在中国军队压力下 最后撤到哪个位置的时刻 就是美国最后决定 美军要撤往日本的时间 麦克阿瑟大为不满地 在地图上标出了釜山 参联会在制定撤退方案时 按照杜鲁门的指令 还计划撤走一百万南朝鲜人 其中包括三万六千多名政府官员和家属 六十多万名警察 二十六万名士兵以及他们的家属 除了把军队放在朝鲜冀州岛外 其余全部运往日本 美国制定的这一计划 虽然是为了硬背万一 但同时说明了美国在它的全球战略中 已决定放弃朝鲜 这时的美国已经清醒地看出 苏联为了恶阻美国在西欧的发展 正在用中国去拼好它的实力 在中国发起突破三八线战役 即第三次战役的前一天 参联会通知远东司令部 不会再派一兵一族前往朝鲜 在此之前 麦克阿瑟曾向华盛顿建议 用海空军轰炸并封锁中国本土 使用蒋介石军队入朝作战 并援助台湾进攻大陆 这一切建议遭到白宫的否定后 麦克阿瑟亲笔给美国一位议员 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的内容始终没有全文公开过 但说法很多 说麦克阿瑟像老师对学生一样 教训他的总统 他说亚洲和欧洲同样对美国尤为重要 杜鲁门读到这封信的时间是4月11日下午 杜鲁门立即决定撤销了麦克阿瑟的全部职务 杜鲁门在声明中说 他不能相信像麦克阿瑟这样阅历丰富的军人 竟会不明白把中国国民党军队用于朝鲜战场 并同时轰炸中国本土 是在冒挑起全面战争的风险 对远东司令的突然被免职 美国一些报纸指出 这是杜鲁门受到西方英法盟国压力而做出的决定 而美国军方高层人士则认为 真正的原因是麦克阿瑟的许多做法 超出了他军事指挥官的权限范围 美军参联会立即急电 给正在朝鲜访问的陆军部长佩斯 指示他在24小时之内 向麦克阿瑟本人宣读总统的免职命令 命令说 我深感遗憾的是 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 撤销你盟军总司令 联合国军总司令 远东美军总司令 远东美军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你的指挥权交给李奇威中将 立即生效 杜鲁门签字 好像在唱对台戏 好像要产生强烈的反差对比 麦克阿瑟被涉及的同时 中国政府开出了庞大的慰问团 他们带着全国人民限制的 一千零九十三面品皮 四百二十多万元的慰问金 两千多箱慰问品及一万五千封祖国人民 写给最可爱的人的慰问信 来到朝鲜门界 第四次战役结束后 中国军队持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异常艰苦的运动防御作战 中国军队当时的意图是 在第二番志愿军部队的九个军到齐后 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 争取在新的战役中 能有志愿军九至十一个军 及炮兵七至八个师 坦克三至五个团 和朝鲜人民军两个军团参战 从而扭转一时的被动局面 但各方情报及种种迹象表明 美军进战三八线以后 还要继续北进 而且从侧后登陆 配合正面进攻的可能性为大 中国军队为了粉碎美军 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 夺回主动权 决定在美军登陆之前实施反击 22日志愿军第九兵团 指挥第20、第26、第27军 及第39、第40军 配属炮兵第一时 从左翼突击 志愿军第三兵团指挥第12、第15、第60军 配属炮兵第二时 从正面突击 第19兵团指挥第63、第64、第65军 和人民军第一军团 配属炮兵第80 从右翼突击 发出全线反击 中国军队连续作战三昼夜 但战役发展形成平推 歼灭美军不多 美军于25日逐步撤至第二线阵地 继续抵抗 26日志愿军 继续向敌防御纵深发展进攻 28日美军主力撤至汉城 继续组织防御 中国军队第五次战役发起后 整个战线形成由西南 伸向东北的斜线态势 东线敌人明显突出 而且军系南朝鲜军队 中国军队于4月28日决定 立即向东转移兵力 以南朝鲜军队为主要尖击目标 举行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 随即第三第九兵团先后向敌军发起猛烈突击 于5月17日突入敌军纵深28公里 在中国军队连续突击下 东线美军第十军主力以沿战线逐次东移 美第三时则由汉城东南迅速东远 南朝鲜第八时也建立了纵深防线 至此敌人又形成了东西相接的完整防御 而这时中国军队凉弹将近 一时难以补充 雨季又已接近 江湖沼泽在志愿军之后 一旦山洪爆发交通中断 那时将重现人民军被美军人传合围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 21日中国军队决定停止进攻 23日中国军队主力开始向北转移 23日美军就开始有计划的猛力反攻 美军在反攻中共集中了四个军十三个师的兵力 以摩托化步兵 坎克炮兵组成的特遣队为先道 并有大量的航空兵和远程炮兵支援 多路向志愿军实施反攻 由于对美军有计划的实施这种规模 这种形式的反扑估计不足 未能组织有效的交替掩护 又因八千多伤员未能及时后送 造成了中国军队十分被动的局面 为了稳定局势 中国军队主力及人民军主力 立即转入了全线防御 随着中国军队全线防御布施的完成 美军的追击行动被阻止 整个战局趋于稳定 中朝军队将美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双方均转入防御 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 1951年5月1日 社会主义各国同时举行了 异议非同往年的盛大庆祝游行 朝鲜战争是东方阵营第一次显示出 惊悍世界的力量 从国际劳动节的第二天起 5月2日到16日 美国最高决策机构 国家安全委员会 开了整整两个星期的会 会后就美国在朝鲜所追求的 政治和军事的目标 委员会向总统建议 你通过谈判结束敌对行动 第二天布鲁门既批准了这一建议 他明确地指出 美国的主要敌人是苏联 只要这个敌人还没有卷入战场 而在幕后操纵 美国就绝不能在朝鲜浪费自己的力量 在战争的一年中 美国损失了十万兵力 耗用美元一百个亿 1951年军费预算激增到六百亿美元 使每一个美国人担负了 307美元的战争费用 朝鲜半岛 1951年5月份的战争态势时 美军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 虽然增加到69万人 但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数量 已达到了112万 美国现役陆军总共18个正规师 逃入朝鲜的就有七个半时 而苏联这时一兵一卒都没有动用 美国急需停战 5月中旬以后 美国外交机构开始行动起来 意图疏通一条与中国谈判停火的渠道 5月31日 美国通过已离职的原驻苏大使凯南 以老朋友的关系 拜访了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马利克 在闲谈中提到了停火 职业的敏感性使马利克马上明白了 凯南来访的真正目的 美国的信息很快传回了莫斯科 四天以后 即6月3日 京城秘密前往北京 毛泽东和他谈了停火的利弊 20天以后 即6月23日 马利克在联合国新闻机构 举办的一个叫和平的代价节目中 突然露面 在广播演说中 他谈到 在朝鲜交战者之间 开始进行停火谈判的时机已经到来 当天 杜鲁门指示美国驻苏大使 求见苏联外交部长 就马利克的演说词 问苏联政府的意见 他得到了明确的答复 马利克的讲话代表苏联官方意见 6月25日 杜鲁门利用参加一次典礼的机会 发表演说时 突然插进一段 与典礼内容完全无关的话 他说 美国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同日 中国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一篇社论 表示中国人民赞成马利克的和平建议 不知内情的世界舆论一致认为 是苏联的建议 打破了朝鲜战争的僵局 四天以后 6月29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给远东的李其威 发出一份集电 电文说 奉总统指示 你应在30日星期六 东京时间上午8点 经广播电台将下述文件向北朝鲜军司令部发出 同时向新文件发布 文件全文是 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 奉命与贵金谈判下列事项 因为我得知贵方可能希望举行一次停战谈判会议 以停止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 以及武装行动 并愿适当保证有关停战协议的实施 我在接到贵方对本文的答复以后 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议的日期 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 我提议这个会议可在原山港内 一艘丹麦医疗船上举行 美国陆军上将李其威签字 这个声明经东京和汉城电台反复播放后 美军还用传单方式 向北朝鲜散发 三天以后 七月一日 北京拟救的一份赋电 以金日成和彭泽怀的名义 在北京经广播电台发出电文如下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其威将军 你在六月三十日 关于要求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 我们授权向你声明 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 而和你的代表会晤 会晤的地点 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 若你们同意 我们的代表准备以七月十日至十五日和你们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签字 经过十天的协商 交战双方决定在中国军队控制的开城一个叫雷锋庄的地方 正式开始谈判 7月10日清晨 联合国防的代表从文山前线乘直升飞机 飞抵距开城十公里的板门垫 然后换乘汽车 按双方约定悬挂白旗 直迟开会地点 代表联合国谈判的是青一色的美国职业军人 团长是美远东海军司令乔一 代表分别是美国驻远东的海陆空三军复杂谋长 另外还有一名南朝鲜第一军团的司令白善业 谈判会场由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军事警察负责警戒 以开城为中心 半径五英里以内为中立区 中国和北朝鲜的代表是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谢芳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和情报部长李向朝 中共中央指派原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 全权负责谈判工作 并指定外交部新闻局长乔冠华作为他的助手同时赴朝 工作人员包括中国助朝武官柴承文等 被选定的会场战前原是一座茶馆 而此时进出茶馆的人都不是来喝茶的 第一次会议时美军代表团抢先进入会场 直接坐到了面朝南的位置上 当宣布开会时美军代表立即把一面联合国的小旗 摆在他们的桌前 按照国际惯例胜利方是坐在面朝南的位置 而战败者是面朝北而坐的 第二天会议中朝代表早早进入会场 坐在了朝南的座席上 并且把朝北的座席换成了一排排的矮凳子 还把一面很大的朝鲜国旗放在了台面上 这是中国战地记者拍摄到的 他们的同行美国记者在会场外的情景 他们正在打赌 赌这次谈判需要多么长的时间 结果赌最长的时间的是五个星期 而实际上这次谈判仅仅为达成一个一致的会议程序 就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会议开到第24天的时候 一个意外的事件让早已不耐烦的美国人找到了借口 8月4日中午 一支全副武装的中国联队 徒步通过美国代表团的驻地 违反了双方 关于会议地点半英里内不准有武装部队的协定 和开城半径5英里之内 所有人员只许配备腰配武器的中立区规定 虽然中国马上表示了道歉 但美国还是单方面宣布立即休会 休会五天以后 美国同意复会 复会的第九天 一件更为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8月19日清晨 中国军事警察一支九人的巡逻队 在中立区内突然遭到伏击 排长姚庆祥当场重担牺牲 当天上午 双方联络官赶到现场 在各国新闻记者实地采访中进行查证